大家好 還有今天看到好多以前的老師 還有一些夥伴 一起工作的夥伴 剛才翻了一下資料 今天報告的好像 我是唯一的一個步道志工 他們都是正義管理 前面兩個都是正義管理的報告 我很羨慕他們的報告展說經費經費 但是一換到方便保護協會 馬上腳就軟下去了 因為經費幾乎都沒有 我們的步驟的志工必須要 甚至很崇高的 因為我們真的只有付出 學隊不會拿任何報仇 這個事業服務法 我記得有這一條 真的是志工 以方便保護協會的志工 真的是值得很驕傲的事情 因為我們真的不從方便 拿到任何一毛錢出來 我們吃飯的錢都是自己套藥包的 我們交通義費都是大家分享的 自己付錢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幾年 每四年下來一直走的路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的理想的 一個步道志工 我想很少有這種組織可以這樣做得到 所以我們人也不能做 因為要靠的就是一個很崇高的理想 那這個是我的名字在上面 那如果大家有希望看到 荒野步道的一些群組的活動 可以打進去我那裡演出的名字 就可以看得到一些我們的活動 這些的信息 所以讓我們的活動不多 因為說真的太崇高的東西要參加 太崇高的理想的活動 其實要欠騎的人不會很多的人 還真的不能動欸 還是一樣 我參加荒野協會是 我其實不是荒野協會的專者 也更不是荒野的慧嚴 那參加的這四年 這個分享是我參加荒野受訓 步道時工的一些經驗的分享 所以我必須要去身先生命 因為我不能代表荒野保護協會 因為不是他的慧嚴 也不是他的專者人也 所以這是一個步道時工的心得 四年來參加活動的一些心得 那大概我今天會介紹的大概就只要怎麼介紹 那為什麼參加手作步道 手作步道我已經獲得了 所有我們這四年來 荒野協會的步道時工所做的一些步道的主題 再來一些手作步道的參與者的問題 跟使用者的問題 這四年下來的一些經驗 最後那是我的絕疑 我是銀行退休的 所以五十幾歲就退休了 我每次跟人家講 我是銀行退休的 大家都會以為是 我是公家銀行 其實不是 因為能找退休的大概都是明明銀行 因為明明銀行壓力覺得比公家銀行大 所以覺得應該早一點離開銀行界 早一點過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讀經濟系的 然後會跑到幾個環保團體好像有點矛盾 其實我是台北學營業 這也是蠻是好的 前台灣很少有這種永久會員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營業學會員會員 我很少有參加台北市營業學會 我的環保觀念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已經三十年了 這時候我很自豪 到現在我還是一個會員 那就是因為 退休之後想換一些工作 因為營業學會需要到 需要利用一些貿易金 所以這樣我會覺得會很遲疑 也就很遲疑 所以來上網去看一下為什麼 有哪些環保和組織我能夠貢獻 就看看荒野保護學會 算是在台灣最大的一個團體 大家會組成是最多的 那看看荒野學 剛好那個時候 2010年在召考 沒有考 召集步道師觀望 所以我第一期就進去了 那到現在我還都是荒野持有 因為我在做幫荒野步道 學會在做步道 我一直在按錯鍵 2011年又會看了荒野保學會 完全覺得我自己還有一個 我很自豪 就是我也壞地 三十年前買的地 到現在覺得 必須把恢復成延伸零 大概也是對這個土地的一種風險 因為現在是350 把恢復成延伸零 當作一個棋體 比在台灣能夠有私人的棋地 其實非常少 OK 然後第二期在早期 2012年 剛早期一人 因為 其實我是很不喜歡去報告 退休之後 其實要面對這麼多人 其實我已經不太遠慮 但是 從頭到尾會有參加步道師工的 大概我算是數一數二的 有參加 所以他覺得需要我來報告 所以才會今天是我站在這裡 所以說真的 我才四年的年資 我的技術也不是很專精 在座的各位一定 參加生理步道 應該大家的技術專業一定流很高 那我們這四年下來 有做過的有福州山示範步道 這是台北市政府的土地 這公有的土地 富蘭公園的自然步道 也是四分五的土地 第三個是中央設計大龍尾山的自然步道 這也是市政府的土地 第四是翠山自然步道也是市政府的土地 據說 方野保護學位跟千里步道學位 之前有個默契 方野保護學位做的步道 就大概極限在台北縣市 台北縣市以外 就全部是由千里步道來做 因為 方野步道的 因為他也比較好 志工群組還是比較小的 他的 他做的經驗也比較少 所以也就大概是極限在這些地方來做 那最後 最後一個是內動生理步道 是我們第二期待受訓的時候 特別取的 剛好因為也有紀錄 所以 所以順便會在這裡講一下 那 因為我之前很少在攝影 後來去年才開始漸漸 因為我年紀越來越大 應該工作量越來越 八九 八九 方野我們的步道都拼命的做 拼命的做 大家一來就做中島 到下午 都沒有什麼記錄下來 要到早下 也幾乎很難找 所以我去年再開始 這個應該等點時間出來拍 所以 這個照片是我們去年 八月九月到十多十多的 也是這個福州山的那一條十環步道 大家看到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遭受 因為這是一條在礁山形的 在 旁邊就是很多住宅區的 一個礁山形的一個步道 那會碰到的問題就 剛好我們在做這個步道 大家也看到 為什麼步道要這麼寬 就馬上會被質疑 有一個土木工程 他說他是土木工程的專家 他覺得這個裡太寬了 他講的也很道理 應該窄一點 一百二十公分 不要超過一百五十 也對 都很對 其實 這個是市政府 地主是市政府的 市政府需要什麼寬的步道 不是我們 志工可以決定的 所以整個規劃也不是 其實應該 家之老是在當時 他們接觸 跟市政府在接觸 這樣 但是在試座的時候 就是因為偏試座 我們都利用 禮拜六禮拜天在試座 都會噴到的都是居民 居民在附近都在運動 走來走去 他看著你做 然後會遲遲點點 都會噴到的一些問題 這一段的步道 比較少是登山課 我大概會把一些使用路 道路的步道的使用者 大概分的就是 大概登山課一般 還有一般的居民這樣子 還有自然觀察是 走光也是有的 等一下後面大概會提到 就是會有各種這種居民型的 居住型的在礁山型的這種步道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各自的一個想法 有的說為什麼不鋪成水泥好走 這個就是變成大家還是要去溝通 這種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也很簡單 這個反正我們很簡單的答案就是 這個就是因為規劃是這樣子 就一堆的其實也很難 那有時候時間多 就可以慢慢跟他溝通 那這些居民可以接受 畢竟使用的就是這些居民 讓他們能夠真正的心腹口腹去 走這條步道 這個是去年 因為這個是2012年初 我記得大概天旦 天旦左右 底下這邊的第二張照片 就是當時做完 第二張從這邊出過來 第二張 福州三四萬步道 湯池有鋪這樣 就是這一段 結果有居民反應 其實這是一個斜坡 包括家居老師我也參加 家居老師有帶隊友去探查 那一條不可能會積水的步道 既然會積水 所以去年再去重新再把它挖開 重新申請集配各種材料 再重新把它鋪上去 所以為什麼會積水 一個坡道就是因為這個 水木屑造成的話 如果大家看其實走起來夏天 乾燥的時候走起來很舒服 但是居民反應走起來 你的運動血就是被濕了 沒有下雨 下一步後 雖然沒居水還是濕了 所以到最後還是把它翻掉 所以這個鋪面的要求 每個居民都一下子要水泥 一下子要石頭的 集配的 一下子要木屑的 各種的 好我們步道之後 這一條步道其實我們都 老師啦或政府啦 需要我們這樣做 才要團員是由他們來指定的 我想這個福州餐應該包括千里步道 即使當時在做的時候也都有殘餘 因為當時餐開始做也蠻盛大的 一次好聯繫好幾天 架子三天的樣子 三天把一次把它做完 那去年因為這是有反應 所以在修復 在維護 那這都是去年 因為有拍的畫面 就做鋪 把水集中不要再在路邊 其實這個鋪面其實已經幾乎快20公分了 都是石頭土還有小石頭 基本上 就算是沒有鋪 也不會吸水 因為它會從地下排掉 只是說讓石頭不要 因為使用者 刀如果使用者 滴來就滴把石頭踢走 所以才會再 因為也有多餘的材料 我強調這是回收的材料 這是當時司政府在旁邊有修復到 要木頭重整木 所以就這樣子 多出來的材料丟在旁邊路邊 大家就會一根一根把它拉上來 其實拉了非常久 這個一組人從早拉到下午 所需要材料整個把它用完 一方面也是也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 你把它丟在底下 你會看得到很難看的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 一個負邊的 負負的一個程度 包括還有橫向的保護設施 這個是意義說 因為積水人家反應 我們做到這個排水溝 大家可能也有看到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它底下 也有一個橫向的排水溝 在到這裡 這裡算是最低點 再來過這個水溝也是 哇 對不起 那我就想快一點 所以這個整個整個的過程 都是很多反應各種意見 然後這個是大家出風了 就在這裡 其實很奇怪 做步道的里生的比例 其實相當高的 在台灣 剛才看到英國的 好像有50%對 50%的男人比例 在台灣幾乎是 可能1比9、2比8 這樣子的比例 女生多、男生少 很奇怪 男生不知道到哪裡去 這個是一個 凹面的一個排水 這個也是常常 每次去都在圍伍這個 從集水到這邊下來 這裡很低一點 對不對 把它排掉 好 這個也是一個柵欄 在過去是一個 櫻木發燥 那這一段 就是我們去年做完的 因為我們喜歡看到這種無線 其實大家拍照的時候 也絕對不會排出一個步調 步道是直直的 那個步道是直的 真的是不好看 一定是有彎度的才會好看 看起來非常 有動嗎 好 那這是步道頭 這個步道三 因為 這個是我今年去試 來觀察 使用時候拍的 因為這一段 我把它拍一下 那剛才是去年拍的 那步道三 還是跳不下去 好 那去觀察 這個環境 我個人就拍到 總共畫面有12隻的海秘書 台灣 台灣僅有的 特有種子 特有種子 的種子 走起來 舒服這一條 不知道 照尾巴那一段 就是比較窄 比較舒服的 有些民眾為什麼要這麼關 這比較窄 大家也有說 就要面對這種 尤其是懂一些的人 這個是後來有步驟的 用階梯接到上面去 因為我喜歡自然觀察 可以做到這個 僅僅有了一顆可抖科的 肩抖力 這個 福州三方過去的富氧 這邊接到富氧 我就停一下 大家看到今天 我有為了上這個報告 所以我這邊把它拍下來 OK 還有 其實等一下我會追求到 過去的時候 在今年我把它拍下來的 這樣看起來很舒服 不會积水對不對 來 這個是去年事業請做了 這個也是家智老師的 這個 這一句話 其實他還沒有寫出來 這是我們在座一個伙伴的太太 拍的然後她 這個不是我拍 我站在後面 家智老師站在我前面 他太太給他底下寫出來了 那是家智老師 他跟家智老師說 前面有一個志工訓練 應該東年應該沒來 說 家智老師 請你 石頭要靠腰一點 不然你會閃到腰 所以大家都笑著 包括家智老師也笑 好 這個是 去年石座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 石座前是這種地區 三面高 就只有這個 這個是 四面高 中間地的地區 所以下一個 這個T7字型的 所以 對不起 奇怪 我既然會把多重時間 其實 黃鐵保護學會最重要 是全部在做這一條 都是在維修這一條 所以有點偷懶 這一條其實 這一條步道 其實是不會很長 但是大家很喜歡做這個步道 好 因為這裡的做 讓你的成就感是最高的 這是一個起點 我們叫大陸美三年 一個步道 其實真正的四正五做的是 右下角這一段 好 從上面下來 好 我要特別不要大家看得出來 我們希望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跟線地能夠混合 讓你看出來 做了跟沒做是一樣 我們都會有什麼要求 其實 裡面就很多樹根跟很多的階梯 就是這樣混出來 其實不要短出來 其實還有點難 OK 這個是個石階梯 因為這一段霜非常的抖 所以需要用到石頭跟木階梯 這是個很像的排水溝 這個也有人會質疑 為什麼不把樹根保護起來 也有人覺得應該要這樣子 每次都在 都不會在大家在溝通這種事情 到現在我們都還沒有去把它說 要保護一下 就是讓它這樣子 有種樹的人都知道 如果這個樹根如果不是活的話 基本上很快就會爛掉 所以它其實幾年下來都還是這樣 所以樹根是活的 即使你針鋼或有機會云在手 其實它幾乎沒有影響它的石火 就算就算是影響它的石火的話 樹會看得出來 就是你跟一段 有一條被你踩死的 其實它根還是很多的 越老了樹根越多 這我這邊寫出來就是 因為我們在座有甲子老師也在 腰心老師保險 要先到石沙子太容易做到 是一個肚子的 往上 這裡是一個橫向的 對不起 我盡量快一點 我這邊把它弄出來 這是一個肚子 就是墊一個石頭 讓大家可以走過去 其實這個橋 是最爵出的事 我覺得是這一段 好 我們跳過去了 沒有想到 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 這是三油 去做的 我們其實本來是古蹈 它背在九個女生成縣 裡面 OK 這也是三油的接種 還有這次的膠山一定都會有這些東西 這是步蹈的另一頭 好 大家應該很幽默的 這也是教導欣老師的介紹 我說來幾個 本來是那個大石頭是沒有的 路很窄 架上比較大 讓大家可以踩 這個可以看到大家也有 但是有這個石頭 非常的穩 好 另外一條這最三步道 因為我們只要做的比較大 所以 我把後面的 最三步道是我們是做不多 所以 其實這一條是很棒的一條步道 這個 就是 我們正在做這個步道的時候 有一個呼吸 既然說請我們把這個石頭拿開 這個的居住型的 我就在它旁邊自己一個 既然說 我這個要擺的不是很棒 還可以當椅子 所以 在這幾個步道的經驗 這個我們有看 內動只是兩年線去做的 因為 這一條步道 我特別去 10月25號去的時候 這兩個街 當時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要求做的時候 剛好旁邊有這些大石頭 把它拖起來 然後兩年前做的步道 全部都封起來 石頭當然依然不一樣 上面已經開始在關 我剛剛有一個步道師公說 他也來 在這裡當衛護這個步道 重新拆掉 舊的還是好好的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步道的 是用這樣子的 是打狀的方式 打狀的方式 如果有去做我應該也知道 這個是一個 插花 好 所以產業這麼多 有公布 地圖有這麼多 那麼多 是 每次都要來 發展 很多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